欠钱最多能欠多少钱 这种人站在许家印老板身边 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有足够的警惕 角兔三哭 角兔四哭 乃至角兔八哭 能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 能表现几天就表现几天 实在玩不下去了 我死给你看 回头说 许家印 我喜欢说许家印钱 许家印这个人最大的本事 他有很多方面的优点长处 有本事能借钱 这年月谁借钱谁大爷 相信你话语头头 自信心满满 买了你的房子 拆了你项目的那些 跟着你受苦倒霉的老百姓 你害苦了他 这种玩这么大的庞氏骗局 在哪国都得抓 哪朝哪代都得抓 不是数千万元 而是数千亿元 您见过这么多钱吗 人家财务上动一动账本 就搞出几千亿的利润来 挣钱在许老板那儿 真是太容易了 恒大被罚了四十多个亿啊 就刚刚的事 许家印终身被进入证券市场 这消息刚发出来就上车热搜了 我想问一句啊 普华永道凭啥就没事啊 前天还有人煞有皆是跟我说 说许家印是不是没事了 我说怎么没事呢 他说他怎么怎么着 七里拐弯认识老许 会跟老许周边的又是什么联系 我说你这么说 有什么消息来源没有 我说这个他有三减七口 好在三天之后啊 就在刚刚中国证监会 披露一条消息 证监会依法对恒大地产 债务欺诈发行 还有信息披露违法 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请注意这个事情的性质啊 是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恒大地产 第一你要改正 第二举警告 第三罚款 罚款不多 四十多个亿 然后对恒大地产当时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啊 许家印出于顶格罚款四千七百万元 并采取终身正确市场进入措施 这个上一次大家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还在当时我是在海南啊 坐在小院里讲当时对许家印啊 他那些上层的高管的处罚 都是落实到人的 外边弄什么基金了 老婆假离婚了 逃之夭夭了 几百亿没了 有人就说这处理太轻了 因为罚款的数额不太高啊 有些人在那写了很多文章 不依不饶的 我当时的观点很简单 我说这是个阶段性的成果 你看怎么样 今天又来消息了吧 中国证监会出手了吧 实践证明司马南很笨 司马南呢脑子不好使 但是也说对了一次 证监会这次说的很清楚 2019年到2020年 恒大地产 你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的方式 造假呀 虚增收入 虚增利润 你到处借钱 一路亏钱 然后呢 虚增收入 一弄就几百个亿 你这样你在证监交易所里边 公开发行债券的时候 你这不是造假吗 你没挣钱 没挣钱 你说你挣钱 这虚增收入 虚增利润 这就叫欺诈发行 而且证监会查出来了 你现在披露的相关年度报告 都是虚假记载呀 与此同时 恒大地产还存在着 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曲线 披露定期报告 没有按照规定 披露重大的诉讼仲裁 你也没按照规定 披露 你没能偿还到期债务 这些情况 你都造假 一路造假 说到这儿 我想跟各位说一句 恒大一路造假 审计怎么过的呀 普华永道 就是恒大怎么造假 他都给你盖一个合格章 恒大怎么造假 他都告诉你 OK 一切OK 恒大给普华永道的钱不少 只要钱给到了 什么官都能帮你过 而且普华永道 大家不要以为 普华永道是个普通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背景深得很 直通Wall Street 华尔街 证监会这次无清 聊着铁青 很严肃 证监会说 这次依法对恒大地产欺诈发行债券 按照他所募集的资金的20%进行处罚 这差不多是顶格了 对他信息 披露 违法行为 也是顶格罚款 这是为了开展债欺市场统一之法 采用的最严的尺度 既依法从众从严 惩处财务造假 又充分考虑到恒大地产债务规模 还有现在广东地方政府为这事弄的交投懒格 你知道吧 保交房 公监债 还有经济全局 还有社会稳定 所以 无清领导这个部门坚持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 三统一的原则 证监会正在推进相关中介机构的调查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么复杂的情况 就许家印尼老许干的事 和 普华永道 帮你干的这事 那 处罚的不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 证监会讲到 证券交易所 债券市场 它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增进融资效果 强化市场约束方面 那当然是发挥重要作用的 债券发行人 你既然享受融资的便利 那就应当 确实增强法治意识 你要有投资者保护意识 你上来就骗人 从头到尾骗个没完 这不行啊 证监会表示说 要从严打击 证券市场的财务造价行为 坚决做到监管执法 长牙带刺 有棱有角 强本强击 严监严管 确实维护市场 诚信的基础 包括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国这个证券市场 像许家印 它绝不是第一个 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欺诈行为太多了 而且它不是一只小草 一个小动物 一个食草动物 散户都是食草动物 那些大鳄在里面 兴风作浪 多少年都这样 所以这次对老许的这个处罚 很多人看了很解气 但是这事得抓紧 弄利索了 要不然的话 搞不好要半途而废 我们花了多少个证监会的一把手了 说到这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有人可能关心 喜家印的事 是不是到这就结束了 当然没有 吴清还就没日没夜的忙着呢 怎么就结束了呀 我们很多人听惯了 什么楼上扔一只靴子 等第二只靴子的故事 就以为呢 一步两步就完了 你知道不知道 许家印有多少靴子 许家印是个蜈蚣 腿太多 脚太多 靴子太多 昨天我做了一期节目 讲到许家印 讲到普华永道 我说普华永道 你打着美国头派 会计是事务所的旗号 在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日子里 被富裕经济特权 在中国经济市场上 金融圈里边横冲直撞 据说这能让某些人放心 而事实上普华永道 一路做假账 许家印就是普华永道 一路包装出来的经营之神 但是多少人上那受骗 尤其是最后 玩的那个内保外带 把银行都给涮进去 先满足外国人的需求 老徐自个儿 还玩金蝉脱鞘 办法很多 我以前节目都讲了 就不说了 最后我想说个意思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考虑到华尔街的资本 渗透力超级强大 考虑到普华永道 在做假账的时候 有一些类似高丝带数 扑朔迷离一般的手法 处理普华永道的事情 我相信有关方面 一定会很慎重 但是普华永道 逃脱是不可能的 该来的一定会来 我对中国金融市场 抱有信心 我对吴清主席 抱有信心 好了 这期节目说到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 Missman 再见